槟城光大大厦今天传出了火警 位于三楼的店屋不断冒出浓烟 包括槟州首长曹关友和州行政议员在内 大约2000人紧急疏散 今天下午2点50分 三楼的店屋开始冒出滚滚白烟 槟关友中断会议之后和所有人一同通过楼梯 从28楼的办公室紧急撤离 槟关友透露 校长单位目前还无法找到源头 而当局也加派人手调查赵英